在冬奥会期间,来自全球不同机构的40名记者和媒体工作人员前往居庸关长城参观体验。 长城是中国最著名的标志之一,也是北京冬奥会的中国文化的主要元素。 在今年比赛的主要场馆之一,国家跳台滑雪中心就位于征家口市的一段长城边。 征家口赛区的部分雪铺和赛道设计也采用了长城的形状。 通过此次参观体验,主办方也希望进一步丰富北京冬奥会的内容,加强北京城市形象宣传,让更多人感受中国文化。